台湾人非常喜欢补习 大概没有补过习的人非常少 当然补习呢有两种 一个是传统的补习班老师上课 另外一种呢是你看光碟 或是视讯上课 苗栗这位女子投诉呢 她说她缴了五万多元 但是没想到只能看光碟 但是那些有老师在现场的呢 也是这么多钱 她觉得非常不公平 补习班有所解释 说因为有的班级人数不够 老师时间也无法配合 所以就只能播光碟 而这违不违法呢 小宝官说 这是自由市场机制 目前无法可管 把最新的考题做了成立 就是说102年 以及命运的方向呢 放在这个新的树里面 补习班名师在讲台上 清楚分析考题重点 教学过程全都录 一次可以播放给全台的 补习班学员看 但这种多光碟的教学法 却引来消费者不满 这个叫补习班吗 没有老师 只有光碟 它是什么 她就请问它这是什么机构 朱小姐气愤投诉 苗栗市只有两间考公职的补习班 但都没有老师现场教学 学生只能看光碟或是视讯 只有苗栗的学生 没有老师进入现场 只能看着你的光碟 赤能公民 虽然说 没有错 我这边是没有现场课 可是你还是可以去现场上美背的老师 录起来给你全国同一发给你学生去看 那是不合理啊 这是赚大了吗 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光碟价 因为学员的话是平衡的 补习班标榜首创视讯说明会 方便不用等 没有老师的这种教学法 补习班解释因为老师学生时间难配合 有些班级学员人数不够 补习班为了省成本 才会使用光碟或是视讯教学 透过机器播放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跟学员面对面 他不知道学员的反应怎么办 他就是照他的讲下去 那当然就缺乏了面对面的情感 朱小姐认为 缴的五万多元补习费 和有老师教学的班级一样多 但学生面对的一个 是由老师现场教学解惑 一个只能面对一幕 真的有差别 记者彭志明苗栗 各自在导致